嗨,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上市厨房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莲藕排骨汤 莲藕的特点是洁白爽脆,甘甜清香 按照这个思路做,就一定能做出一锅好汤 排骨尽量选新鲜的嫩排骨 凉水下锅,不像热水下锅 这样可以尽可能多的把排骨的异味取出掉 再加入比较多的花椒料酒去除腥味 烧开以后煮15分钟 一结莲藕去两头去皮 然后切成厚片 如果切成滚刀块也可以 不过切成片我觉得更美观 口感也更好一些 如果切好以后不能马上下锅 最好放在凉水里边,防止表面氧化变黑 煮了15分钟的排骨会出很多血沫和油 全部倒掉 不要用凉水,而是用比较热的水把排骨清洗干净 用热水能够进一步去掉一些表面的油脂 还需要准备的是大枣 枸杞 葱炖 和姜片 炖汤的锅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砂锅 先放入排骨和藕 水一定要多放,因为接下来我们炖的时间比较长 加入适当的米酒 调料尽量不要加重汤的颜色 再加入姜片和葱段 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焖煮一个小时 煮一个小时以后,下入大枣 如果放的太早,会把枣的煮烂了 这时候再加入一茶匙盐 还是用小火继续煮50分钟 50分钟以后,下入枸杞 枸杞不经煮,更是不能过早的放 放了枸杞以后,最多再煮10分钟就可以了 做出汤的效果是乳白色略带微红 排骨是软嫩而芳香 而莲藕并不是松软如泥 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嚼劲 清香的味道很容易被分辨 配上排骨的芳香 咸甜也恰到好处 喝上一口,我想您的感叹应该是 哎哟,汤放少了 感谢您的观看,希望看到您的留言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师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